第156章 玻璃花 夜府后园 夜晚双瞳微缩 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轻衣小丝 他没有想到 被自己喊破了行藏后 对方居然有如此胆量 转过身来正面面对自己 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内选择于强而出 范贤平静地转过身来 眼眸里有的只有一片平静 却没有一丝其余的情绪 他看着面前这个陌生的年轻将领 在第一时间内分辨出对方的身份 能够不经通传来到夜灵儿独居小园 只有夜家老少两个男人 对方既然不是夜仲 那自然便是这一年里风生水起 得到了无数庆军将士敬仰的夜晚将军 放在一年前或者更久以前 范贤与夜晚 这两位男亲最强悍的年轻人之间 或许会生出一些惺惺相惜 情不自禁的感觉 就像范贤当初和大皇子一样 岂是有怨 最后终究因为性情的缘故越走越近 然而今天不可能了 如今的范贤是男亲的叛逆 十恶不赦的罪人 夜晚却是突兀崛起的江星 陛下私下最信任的年轻一代人物 最关键的是 范贤经历了漫长的血缘旅程 似乎竟将这世间的一切看淡了 毛子有的只是平静与淡漠 这种平静与淡漠 代表的是强大的信心 而在夜晚看来 则是浓烈的不屑 他心中那丝隐藏数日的 不愤不甘与愤怒 顿时占据了他的全身 偏生这种愤怒 却没有让他的判断 出现丝毫偏差 只是更加的冷静 范贤再次 夜晚一声暴和 虽然他很希望与范贤 进行一场公平的决战 但他不会犯这种错误 对于南庆朝廷来说 范贤就像是一根 怎么也吞不下去的鱼刺 能够捉住此人 或者杀死此人 才是夜晚最想做的事情 陛下曾经说过 死人不死 盛心难安 夜晚身为人臣 必须压抑住自己的骄傲 所以当他一声暴和 通知园外清兵之后 他第一时间内选择了退后 用这种示弱的姿态 拦住了范贤的退路 只要清兵一致 京都市井之声大作 夜晚不相信范贤还能逃走 范贤也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当夜晚冷漠地开口时 他已经扑了过去 范贤就像一道烟一般扑了过去 虽然轻柔 但轻柔的影子里 却夹杂着令人心寒的霸气 撕裂了深秋的寒冷空气 也撕裂了这片园子里天地的宁静 扑面而来的强悍霸道气势 令连退三步的夜晚 眼睛眯了起来 似乎感觉到面目前的静风 像冰刀一般刺骨 他的内心震惊 但面色依然平静不变 不及拔刀 双手在身前一挫 左拳右掌相交 在极短的时间 极其强悍地搭了一个手桥 封在了前方 手桥一出 仿似铁链横江 一股肃杀而强大的气息 油然而生 生生拦在了范贤的那一拳之前 将那霸道的一拳 直接衬得若江上飘来的浮沫 去世虽凶猛 却根本生不出一丝 可能击碎铁链的感觉 范贤人在半空之中 眼睛却已经眯了起来 他今修叶家大批官数年 对于叶家的家传功夫十分清楚 然而叶完今日连退三步 看似示弱 不料手桥一搭 空中静横生生多了一堵后墙出来 这等浑厚而精妙的封手势 绝对不是大批官里的内容 难道是叶刘云的散手 大宗师留下的决意 难道被这个年轻的将军学会了 范贤心头微微一颤 手下却没有丝毫解慢 面前这方手桥所散发的气息太过强横 他知道自己这霸道一拳 不见得能冲破对方的防御 而刘云散手的厉害 便在于实施变换无常 一旦对方手桥封住自己的这一桥 接下来变换出的反击手法 只怕速度会压过自己 而且更关键的是 刘云散手的反击 晚似天盼浮云 谁也难以捉到真迹 范贤即便不惧 可若真被刘云散手封缠住了 一时间只怕也无法退开 而夜晚很明显 为了捉住或者杀死他 一定不会介意拖住他 然后与他人联手合击 搜的一声 就像是变戏法一样 一只黑色的秀气弩剑 突然间从范贤的袖中射了出来 超于了他拳头的速度 堵的一声射到了夜晚的手桥之上 这一手很阴险 范贤一向就是个阴险的人 然而这堵的一声显得有问题 秀气的未堵弩剑 就像是射进了木头里一般 只在夜晚那双满式老茧 却依然洁白的双手上留下了一个小红点 便颓颓然地剁了下来 夜流云的散手 修炼到极致之后 可以协助四股剑暴力无比的一剑 他的侄孙夜晚很明显没有这种境界 但是面对着范贤阴险射出的弩剑 却显得异常强悍 黑光之后是一道亮光 吃的一声 范贤紧握着的拳头忽然间散开了 一把黑色的匕首狠狠地扎了下去 夜晚依然面色沉稳 一丝不动 一拳一掌相交的两只手 却在这黑色的匕首之前 变得柔软起来 化成了天上的两团云 轻轻地贴附在了范贤的黑色匕首之旁 令范贤的万千霸道劲气 有若扎入了棉花泥沼之中 没有惊起半点波浪 他强认他强 范贤第一次遇见了 夜家真正的明月大江 清风山岗 竟是无法寸进 范贤的右脚重重地 跺在二人间的石板地上 石板啪的一声 如珠网般碎开 他面色不变 右手食指却是极巧妙的一勾 小手断即出 黑色的匕首顺着他的指尖 画了一道极为凄厉的亮弧 此时二人已经近在咫尺 夜晚无路可退 范贤必须破路而出 谁都已经在瞬息间 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了最巅峰的境界 那斜着凄厉劲道的黑色匕首一割 夜晚的双手 忽然变成了两株老树 无叶的树枝根根绽开 当当当当与黑色的匕首 迅即碰触树石下 但那些枯稿的手指上 竟没有留下一丝伤痕 在这电光石火间的一刻 范贤的唇角翘了起来 微微一笑 笑容里只有平静 与这平静所代表的自信 以及这份自信所招式的强大 指尖的黑色匕首连斩树石下 全部被挡回 他却借势将匕首收了回来 一只平静 锤在腰侧的左手 紧握成拳 没有赋予任何精妙的脚步 也没有夹杂任何一位大宗师所 传授的技巧 只是狠狠地砸了过去 轰的一声闷响 范贤的左拳 狠狠地砸在了 夜丸在刹那间 重新布好的手桥之上 两位强大的年轻人之间 已经进展到 五道修为根基的较量 范贤设弃了 异音外在的情绪与技巧 魂不讲理 十分强硬地 与夜丸进行着体内真气的搏击 拳与手掌 毫无挚爱地碰触在了一起 夜丸的面色微微一黑 瞬息间变白 左脚踩在后方 双手拦在身前 整个人的身体 形成了一个漂亮至极的剑子身形 后脚如同一根死死定在岩石里的春 两只手就像是一块铁板 拦住了扑面而来的任何攻击 范贤的身体 却依然是那般的轻松随意 就像他在愤怒之下 很没有头脑地打出了一拳 他的两只脚依然不钉不扒 他的身体依然没个正形 一股强大的波动 从园中二人的身体处向外波散 呼的一声秋风大作 不知震起了多少碎石与落叶 范贤的眼睛亮了起来 盯着静在咫尺夜晚那张 微黑肃杀的脸 他似乎也没有想到 夜晚体内的真气 竟然强横到了这种程度 居然在连续封了自己的 两次暗手之后 还能抵挡住自己 叙事已久的霸道一拳 夜晚体内如此雄浑坚实的真气 究竟是怎样练出来的 难道当年此人 被流放在南兆的时候 竟是不惜不眠地 在锤炼自己的精神与意志 一念及此 范贤竟隐隐觉得 有些佩服对方 然而 园外也有脚步声传来 范贤不想再拖延时间了 范贤微微惊愕 他却不知道 对面夜晚心中的震惊 更是难以言表 夜晚知道自己的实力 是多么的强横 面对着范贤这看似随意的一拳 他竟生出了 手桥将被冲毁的不及念头 之所以生出这种念头 纯粹是因为 夜晚身处场内 更真切地感受到了 比传说中 更加强横霸道的范贤的实力 在这一刻 夜晚终于明白 小范大人这四个字的名声 终于是从哪里来的 他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陛下吩咐自己 若一旦看见范贤 便要先退三步 若先前夜晚不是先退三步 抢先打好了手桥 以范贤的阴机之变 实力之强 出手之狠 只怕会在瞬息间 就连环三机 冲毁自己的心神 根本不给自己 施展出流云散手的机会 自己真的不如他吗 夜晚的表情 虽然依然沉稳平静 但心里却是充满了 强烈的冲动 要与对方进行最后的拼杀 范贤没有给夜晚这个机会 虽然不可能在一招之间杀死对方 但他决定给对方 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 为这场注定要 流传到后世的二人出狱 留下一个对自己来说 很圆满的结果 所以范贤的眼睛越来越亮 身上的衣衫在秋风中 开始速速颤抖 一抹极其微淡 却又源源不绝的天地元气 顺着秋风 顺着衣衫上的空洞 顺着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开始不停地灌入他的体内 范贤双眼一闭 遮住了眼中魂异常人的明亮光芒 闷哼一声 左臂 去世已尽的拳头 在这一刻尽力拳兔 被杀石砌成的大坝 堵住了数千里的浩荡江水 然而江水越来越高 水势越来越大 忽然间 天宫不作美 大作雨 无数万寝的雨水 洒入了大江之中 瞬息间 将那座大坝 冲出了一个溃口 一座僵垮的大殿 被无数根粗植的原木 顶在下方 勉强支撑着这座宫殿的存在 然而 大地却开始震动起来 一股本来没有 却突然出现在世间的能量 撼动了大地 摇动了那些原木的根基 让原木根根倒下 大殿失了支撑 轰然垮塌 从一开始 便已不变应万变 以夜家流云散手 以封首饰搭首桥 成功地封住了范贤连环三机 夜晚并没有任何骄傲之情 哪怕他面对的是 强大的范贤 那是因为 他自己最清楚 自己有多强大 然而此刻他忽然感觉 自己的两只手所搭的桥 被冲毁了 自己身体这座大殿要垮塌了 原来范贤的强大 还在传说之上 还在自己的判断之上 一阵秋风拂过 那些被二人进气阵的 四处漂浮的枯叶 又开始飞舞起来 在飞舞的落叶中 范贤一场稳定的那一个拳头 摧枯拉朽一般 破开了夜家流云散手里的 手桥仪式 狠狠地击打在了夜晚的右胸之上 秋风再起 落叶再飞 夜家的后园里 已经没有了范贤的踪影 只剩下面色苍白的夜晚 捂着自己的胸口 强行吞下了涌到唇边的那口鲜血 清兵卫们这个时候 终于冲到了园内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敌人的踪迹 只看到了一向战无不胜的小夜将军 竟似乎是败了 从夜晚看到清衣小丝 再到这些清兵冲入园中 其实只不过是十来秒钟的时间 就在这十来秒内 日后影响南庆将来的两位重要大人物 进行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次相逢 并且奋出了胜负 夜晚捂着胸口 强行平伏下 体内快要沸腾的真气 双眸里逊急 回复肃杀 韩生说道 通知宫中 范贤回来了 此言一出 清兵们终于知道 被几等示弱杀神的将军 是败在了谁的手里 众人的脸上 都露出了震惊的神情 夜晚缓缓地转过身去 覆着手眯着眼睛 看着先前范贤月出去的高墙 心情异常复杂 那是一种愤怒与不甘交织的情绪 在先前一战之中 他身为人臣 第一想法便是要留住对方 所以 从一开始的时候便踩的是手势 气势便落在了下风 所以他心中不甘 如果换一个场景 或许会好很多吧 范贤最后的那一拳 能够轻松地突破了自己的手桥 虽然范贤霸道真气 冲破了流云散手之后 也不可能再余下太多的杀伤力 可是被对方击败击伤 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尤其是那个拳头里 最后涌出来的强大真气 更是令叶丸明白了一个事实 如今的自己 确实不是范贤的对手 叶丸从来不会低估自己的敌人 尤其是对于范贤 这样声明远播的人物 但他依然没有想到 今日范贤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竟比传说中 比军方情报中 比自己的预判更为强大 咳嗽声响起 叶丸用袖脚抹去了唇边的鲜血 双眸冰冷 异常愤怒 他愤怒的原因便在于 人生为何是这样的不公 他自幼心于黄沙南蛮之间 修炼之情 当时不作二人想 才有了如今酒品上的超强实力 然而却似乎不够范贤看的 这不可能 范贤并不比自己多活几年 为什么他能够修行到如此的境界 天才 难道拥有天才 便能胜过自己的勤奋 范贤不知道 身后叶府中那位年轻将领的愤怒 就算他知道了 只怕他也不会了解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自己绝对不是武道修行的天才 只不过自己的运气不错 而且自己比谁都要刻苦与勤奋 说到底 他与叶婉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只不过范贤从生下来就 开始修行霸道公爵 他从活着的第一天 就开始在畏惧死亡 这等压力 这等感触 世间无人能比 所以才会造就了他如今古怪的境界 击败了叶婉 却无法杀死对方 范贤的心里 没有一丝骄傲得意的情绪 因为他如今以强大实力为基础的自信 已经让他超脱了某种范畴 今日一战 最后单以实事破之 看似简单 却是反扑归真 极为美妙的选择 他低着头 摆脱了京都里 渐渐起伏的骚动 沉默地回到了客栈 然后他看到了沉默的五珠书 今天没有在窗边看风景 而是低着头 似乎在思考什么 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而五珠如果开始思考了 谁会发笑 范贤轻轻咳了两声 咳出了先前被夜晚手瞧反之而伤引出的血痰 看着五珠书说道 他知道我回来了 我今天晚上就要入宫 虽然明知道说这些话没有太多意义 但不知道为什么 范贤还是习惯向五珠书交代 自己做的一切事情 就像在雪庙之前 那一日一夜的渴雪谈话一般 五珠果然没有丝毫反应 只是低着头 范贤的头也渐渐低了下来 夜色渐渐深了 客栈的房间里没有点灯火 只是一片黑暗 两个人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客栈的房间已经变得空无一人 没有点燃的蜡烛 依旧保持着清秀的模样 没有留下粘稠的泪来提前祭奠 马上不要开始的复仇与结束 刚过子夜不久 范贤便换上了一身太监的衣服 顿入了京都的夜色之中 在离开客栈之前 他最后深沉地看了五珠书一眼 而没有试着唤醒对方 邀请对方加入人类情感的冲突事件 五珠似乎也没有在意他的离去 只是一个人等到了天亮 便在天光亮起的一瞬间 深秋冬处的京都便飘下了雨来 冰冷的雨水啪啪啪啪击打着透明的玻璃窗 在上面站成了一朵一朵的花 是雨不是雪 却反而显得格外寒冷 冷雨一直没有变大 只是丝丝地下着 击打在京都的民宅瓦背上 轻石小巷中小桥流水坊 响着极富节奏 缓慢而优美的旋律 京都所有沐浴在小小寒雨中的民宅 都有窗户 自从内库复兴之后 国朝内的玻璃价格大跌 这些窗户大部分都是用玻璃做的 所以 所有的冷雨落在人间 便会在玻璃上 站出大小不同的花来 蒙着黑布的五竹静静地坐在窗边 看着玻璃窗上站出来的雨花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忽然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地点在了玻璃上 似乎是想要碰触窗外那朵美丽的花朵 却有些无奈地被玻璃隔在了这方 这是玻璃 五竹忽然打破了沉默 一个人望着窗外 毫无一丝情绪说道 是我做的 五竹又做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来 沉默地看着窗外 似乎想起这时候 已经是自己去逛街的时间 所以他转身推门出房 走下了楼梯 走出了客栈之外 走到了冰冷的雨水之中 他身上的布衣有很多脏点 那是昨天下午 在一个巷口 被京都顽童砸出来的痕迹 而整整一夜 范贤心情沉重 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没有人会在雨中逛街 或许有情侣喜欢玩情调 撑着雨伞行走于雨中 但这个世界上 应该也没有这种 柿子撑着伞 在雨中狂豪破湿 那是吃劲 蒙着黑布 一身布衣的五竹 在雨中行走 却不知引来了多少 避雨的人们 惊奇的目光 冰冷的雨打湿了 五竹的布衣 也吞没了那些 有些脏的泥点 他一个人沉默 而孤独在雨中行走着 走过京都的大街小巷 任由雨水打湿了 他永远乌黑亮丽的头发 也打湿了那蒙着 千万年风霜的黑布 雨水顺着黑布的边缘低下 第157章 黄城前 下雨天 深秋的这场雨 渐渐大了起来 五竹在雨中 在接盼行人怪异的眼光注视下 一路走出巷口 来到了天河道旁的小叉道外 湿漉漉的雨水 顺着他身上的衣衫 脸上的黑布 缓缓向下低落 他就在这里停住了脚步 然后微微抬头 看着远方烟雨气密中的黄宫 昨天下午的时候 五竹也是在这里 看了半天的黄宫 虽然他是一位来自神庙 下意识 跟随范贤参观人间的旅行者 黄宫也确实是 京都里最值得游览的地方 最雄伟壮观的建筑 但是五竹接连两日来此 想必有别的一些机缘 影响了他的决定 接盼屋檐下 几个穿着小棉袄的京都顽童 正背着方正的书包 搓着手 抵抗着寒意 小脸蛋被动得有些发白 这些孩子 每日都要去朝廷新办的公书念书 身边也都带着雨伞 只是没有想到 走到巷口的时候 雨水竟会忽然变大了 看 是昨天那个傻子 一个小家伙 正觉得 这雨下得让人太过无聊 虽然似乎可以拖延上课的时间 但是谁愿意老在别人的屋檐下低头 掐在此时 他发现了 像个白痴一样 木然站在雨里的五竹 认出了对方 就是昨天任由自己虐完的傻子 就像是重新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般高兴 屋檐下没有什么石头 那些顽童 眼睛咕噜咕噜转着 在一个煤炉子旁边 找到了一些 昨夜未完全烧尽的煤渣 尖声笑着 叫着 开始向五竹扔去 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人类在很小的时候 就很擅长通过欺凌比自己弱小的人 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满足 这似乎是一种天性 不然那些孩童们 为什么会听着煤渣砸在五竹身上的声音 便会觉得喜悦 为什么看着五竹浑身上下被砸得肮脏不堪 便会觉得快活 街上躲雨的人不多 在这些人数不多京都百姓的眼中 那个站在雨中发呆的瞎子 很明显是个白痴 又是个残障人士 不免有些同情 但同情之余 看着那个瞎子身上的污迹 所以除了一个大婶模样的女人 狠狠地骂了那几个小崽子一句之外 别的人都没有什么动作 只是默然地看着那些不以为然的孩童 用自己的方式 发泄着生命皆有的暴力欲望 啪的一声 一坨沾了水的煤块 狠狠地砸到了五竹纹丝不动 没有一点表情的脸上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就像是扇了她一个耳光 那块没渣 将五竹脸上的黑布 打得略微偏了一点 五竹苍白的脸也偏了一点 似乎不是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她将自己脸上的黑布拉正 缓缓转过身 看着屋檐下那些手上并不干净的小孩子们 丸童们并不害怕 因为昨天砸了一个下午 这个瞎子白痴 也没有丝毫反抗的迹象 相反 他们看着五竹今天有了反应 反而觉得更加兴奋 砸向街中雨中的煤渣 顿时密集了起来 啪啪啪啪 终于有人找到了石头了 混着煤渣 一股脑地往五竹的头脸处砸去 留下了肮脏的痕迹 和思绪血痕 被雨水一冲 便在五竹苍白的脸上流淌着 就像是旱季之后的洪水 携带着千万年的垃圾 在大地沧桑的脸上 冲刷出令人心悸的痕迹 五竹依然没有躲避 原来五竹也会受伤 他隔着那层黑布 正正地看着那些不停尖笑着 挥动着小手的孩童 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攻击自己 更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还同天真的脸上 竟然会笑得如此猙獰 他更不明白 为什么那一块一块的石头 不论是尖的还是圆的石头 砸在自己的头上 脸上 自己的心却感觉到有些怪异 那是怎样的一种情绪 伤心 失望 愤怒 不甘 亦或只是情绪二字而已 五竹望着那些孩童 任由他们砸着 一片混沌的脑海里 却突然间像是多了一点什么东西 雨忽然变得极大 深秋的京都天空 就像是被谁戳了一个大洞 无数的江河湖海 就从那个深不可测的 大洞里颇然而下 化作漫天骤雨 狂雨散落在街巷民宅之上 五竹的脑海里 也像是忽然开了一个大洞 轻慢的天光射了下来 让他浑身上下 都笼罩在一种怪异的情绪之中 有情绪 这证明了什么 是不是和那个叫做范贤的年轻人 所说的好奇 是同样的证明 五竹再次开始思考 在磅礴的大雨中 沉默地思考 那个叫范贤的年轻人 曾经对他说过很多话 但是他听不懂 听不明白 不能够了解 只是记在了心里 那个叫做范贤的年轻人 做什么去了 好像是去那个皇宫了 好像是为了报仇 为什么报仇 为谁报仇 好像是有人死了 所以那个叫做范贤的人 不甘心 不愉快 是一个叫叶青梅的女人 还有一个叫陈萍萍的老脖子 这两个陌生的名字 好像随着这漫天的雨水 和那个大洞里透下来的青光 在五竹的脑中 变得渐渐清晰 渐渐熟悉 然而令他有些头痛的是 他依然记不起来 对方究竟是谁 自己难道不是一时都在神庙里吗 五竹还是什么都不记得 但他拥有了他 本来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那就是情绪 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 那种情绪 便已经充益他的内心 让他的双眼 只是隔着黑布 静静地看着那座皇宫 这种情绪叫做厌恶 不知道为什么 五竹自己都无法解释 他很厌恶 那座京都最高的建筑 或许只是 因为他本能上厌恶那座建筑里的人 离开雪庙的时候 那个叫范贤的年轻人 一面咳着血 一面对自己说 要自己跟着自己的心走 可是 心又是什么 难道就是自己此刻所感受到的 鲜活的陌生的 情绪 五竹决定去皇宫里看看 找一找自己情绪的真实来源 去看看 里面有没有自己想见的人 冥冥中注定要见的人 于是他的手 稳定地放到了腰盘的铁签上 同时微微低头 重新戴上了背上的立帽 将天上的雨水遮住 将遮住自己双眼的黑布遮住 然而那些孩童们 还在快活地扔着石头与煤渣 五竹沉默片刻后 放开了手中的铁签 蹲下身来 手掌在地上流淌的污水中滑拉着 抓起了一把并不坚硬的煤渣 不能伤害人类 除非是为了人类的整体利益 然而 五竹和神庙里那位老人 最大的区别便在于 他不明白 整体利益这个东西 究竟是什么狗屎 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 那些年轻的人类 或许只是在游戏 五竹是这样认为 也是这样反应的 至少对于这些欺凌自己的年轻人类 他的心中没有厌恶的情绪 也没有愤怒的情绪 既然是游戏 我陪他们玩一次游戏 或许他们便不会再 这么缠着我了 五竹直接将手中那捧混着雨水的煤渣 向着接盼屋檐下的孩子们扔了过去 一阵惊恐的叫声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无数的哭泣声 有人昏倒在雨水中的倒地声 乱七八糟的声音 就顺着五竹的这个动作响起 一把混着污水的煤渣 准确地按照四人份分开 准确地命中了那几个顽童的身体 其中一位笑得最大声的顽童的头上 直接被砸出血来 一声不吭地昏倒在雨中 街口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后 忽然爆发了愤怒的吼叫声 傻子打死人了 先前冷漠的京都百姓们 在这一刻 忽然都变成了急功好义的优秀市民 报官的报官 通知家长的通知家长 还有些中年男人 拿出了木棍和托把 准备将那个犯了魂的白痴打倒在地 都是街坊邻居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孩子们 受这么大的苦 那个昏倒在地的孩子的母亲 扑到了孩子的身上 大声哭泣着 怨毒地咒骂着五竹 五竹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依然不明白 如果是游戏的话 那个妇人为什么要哭 如果不是游戏的话 先前为什么他们不阻止这些孩子 自己知道 自己不会真的受伤 难道这些人类也知道自己 不是正常人 难道先前那些孩子打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不担心我的安全 在雨中 沉默的五竹 隐隐间学到了一些东西 稍微明白了 人类的情感与选择和道理无关 原来是以轻书和喜恶来划分的 在如今这个世界上 五竹认为 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 应该就是那个叫范贤的年轻人 他最厌恶那座皇宫 所以他不再理会这些像疯了一样的人们 很认真地重新抹平了 脸上黑布的皱纹 将手放在腰盘的铁签之上 向着远方的皇宫踏进 有人试图 要打死了这个白痴 瞎子 疯子 然后便昏倒在了地上 木棍也断成了两截 大雨之中 一身不一 一顶立茂的五竹 很轻松地走出了京都百姓们愤怒的包围圈 只在身后留下了一地痛呼的人们 五竹没有杀人 不是他不敢杀 而是数十万年来所养成的习惯 让他想不到杀 想杀的时候 再杀吧 当京都府的牙役 赶到了天河道旁的岔口处时 那个打倒了一地百姓的疯子 早已不知所踪 看着在雨水中痛呼的一地人 牙役班头稍一查看之后 倒吸了一口凉气 暗想 这是哪位高手 下手如此干净利落 强者怎么会泄于 和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过不去 牙役班头感到身体有些发寒 不是因为这些百姓的伤势 而是因为 那个已经不知所踪的瞎子 如果真如这些百姓所说 那人是个傻子 那么毫无疑问 这个傻子 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五疯子 让这样一个五疯子 在京都里乱窜 牙役班头 想着就可怕 他第一时间让下属通知京都府衙门 然后紧张地问着旁边的一个人 那个疯子 跑哪儿去了 好像 是往广场方向去了 那人颤着声音回答着 咬牙切齿说道 那个人盯了皇宫两天了 只怕有问题 牙役班头不需要再问 也明白 这个人是想把那个疯子害死 什么事情牵涉到皇宫 便再也没有活路 不过 听说那个五疯子 直直地朝着皇宫方向去 牙役班头心头反而感到轻松了一些 毕竟皇宫里高手云集 进军森严 再厉害的五疯子 也只有被打倒在地的份 哪怕是传说中的小贩大人杀回来了 难道还能闯进皇宫不成 语意直下 五竹并不知道 身后远方街口的百姓 想让他死的心情有多么迫切 也不知道那位牙役班头 已经宣判了他的死刑 他只是戴着立帽 握着铁签 一步一步 异常稳定 而又干脆地向着皇宫广场行走 在北齐狼牙郡 范贤给他买的新布鞋 踏在水中 早已湿透 随着每一步的踏行 五竹的脑海中 就像是想起了一声声鼓 击打着他的心脏 击打着他的灵魂 叶青梅 陈平平 范贤 这些看似遥远 却又极静的名字 不停地想着 每一步 他都隐约记起了一些 虽不分明 却格外清静 比如这座冰冷雨中的皇城 比如这座充满了熟悉味道 满是自己做的玻璃的京都 竟是这样的熟悉 而同样 随着向着皇城广场的第一步接近 五竹心中对这座皇宫的厌恶之情 便更深一分 这座威然屹立于暴雨中的皇城 是那样的不可撼动 那样的森严和恶心 京都市故地 皇宫亦市故地 五竹这样想到 在雨中独行就地 偏遇着拦路雨洒满地 路径人寂寞 这枉然的雨徒人 揽去做躲避 拦着五竹去路的 是人不是雨 是雨中一对全身盔甲 肃杀之意十足的进军士兵 雨水击打在这些庆国军方精锐的挥甲上 啪啪作响 击打在他们肃然的面容上 却记不起丝毫情绪的变化 五竹脸上的情绪 更是没有丝毫变化 他的身体依然微微前倾 让头顶的立帽遮着天上降下的暴雨 脚下更是没有停滞 也没有加快 只是稳定地按照他所习惯的速度 向着广场的正中践行去 五竹想进皇宫看看 所以要经过皇宫的正门 所以要走过这片暴雨中的广场 对于他而言 这是异常简单的逻辑 他根本不在乎 有没有人会拦着自己 而他这个异常简单的逻辑 对于负责皇宫安全工作的禁军来说 却显得异常冷漠而大胆 范贤回京的消息 昨天夜里已经从夜府传出 到今日 所有庆国的上层人物 都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而皇宫则是从昨天夜里 便开始了戒严 一应进入检查极为严苛 而防卫工作 更是被提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紧张层级 哪怕当年京都首被 是压戒监察院陈老院常回京的那一日 整座皇城的戒备 都不如惊天森严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范贤回京是为了什么 他一定会试图再次入宫行刺 而南庆朝廷 绝对不会再给这个叛逆第二次机会 禁军的巡查工作 比往日更像外延斩了三分之一的地狱 今日晨间一场大雨 湿冷的感觉 令所有人都提高了警惕 也感到了振振心悸 因为他们不知道 范贤现在在哪里 什么时候会杀进宫去 天河倒叉路口的小风波 否则监察外围安全工作的士兵 并没有将一个五疯子的突发事件 看得太过重要 然而当这名带着立帽 双眼全瞎的五疯子 忽然展现出极为惊人的实力 并且开始沉默地向着皇宫行走时 禁军终于发现了一丝诡异 当那名带着立帽的瞎子右脚的布鞋 踏上了皇城广场青石板上的积水时 禁军便发出了第一声警告 并且开始集结武力 准备一举擒获此人 然而 武竹却像是根本没有听到那声 足以令天下绝大多数人感到心寒的警告 他依旧只是稳定而沉默地行走着 在皇城上禁军降临警惕的目光中 在广场上禁军士兵寒冷肃杀的目光中 一步一步地稳定行走 如是者警告三次 漫天大雨中的那个不一瞎子 依然四若未闻 视若无睹 一步步得向着广场中央 向着皇宫的正门行去 哪怕在这个时候 禁军的将士们 依然认为这个古怪的人物是个疯子 而没有把他和一名刺客联系在一起 因为 在世俗人看来 在如何强大的刺客 哪怕是当年的四顾剑 也不可能选择这样光明正大的方式刺杀 在于万禁军的包围中 在高耸入天的皇宫城墙下 没有人能够杀破这么多人的阻拦 杀入皇宫 剑指陛下 除非这个世间真的有神 所以 禁军们认为 这个古怪的瞎子 或许只是一个运气极为不好的疯子 在这样 紧张的时局中 忽然闯到了皇宫前的境地 迎接他的 只可能是死亡 武竹依然在行走 似乎没有看到面前 拦着自己的那一列禁军士兵 此时漫天的风雨依然在肆虐 无穷无尽的雨水 就像是东海上的巨浪 将他孤零零的身影 将要吞没 然而却始终无法真的吞没 因为他又从雨中走了出来 杀 一名禁军校官双眼微眯 感觉到一股刺骨的寒意 从不远处 那个瞎子的身上透了出来 那个瞎子已经走入了境地 而且一种危险的感觉 让这名校官 不再有任何犹豫 发出了指令 刷的一声 拦在武竹身前的禁军 齐声拔刀 刀光刹那间 要亮了皇城前 阴雨如铺的天空 没有痴痴剑盲大作 武竹只是稳定地 抽出了腰盘的铁签 然后刺了出去 他的速度在暴力的风雨中 并不显得快 而且出千之事 也并不如何绝妙 然而 每一次铁签递出去时 千尖便会准确地 刺中一名禁军的咽喉 准确 干净 稳定 这便是武竹出手时的感觉 非常简单 然而简单到了极致 便成为了某种境界 从那名校官杀子出口 到武竹刺死了面前 所有的禁军士兵 只不过过去了数息时间 漫天雨水之中 武竹的身后 倒着一地尸体 鲜血刚一从那些尸体的咽喉里 涌出来 便被雨水冲淡冲走 在杀人的过程里 武竹的速度 没有丝毫变化 两只脚在雨中前进的步伐 依然是那样稳定 就像是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一路穿雨而行 一路杀人而行 这不是绝世高手的潇洒 也没有给皇宫四周 所有禁军 带来强者闲听信步的感觉 他们只是觉得冷 很冷 因为那个瞎子的出手 是那样的稳定 稳定到甚至无比冷漠的程度 禁军甚至不知道 那些同僚 是怎样死在了 那把铁签之下 因为那个戴着力帽的瞎子 身上并没有足以冲破天地的气势 他的出手 也并不如何刁钻毒辣 只是那把铁签 像是蒙上了一层上天的寒冷 在雨水中轻而易举地 计算出了所有的角度 所有的可能 然后挑选了 最合理的一个空间缝隙 递了出去 看似简单 实则惊天气的 足以令看到这一幕的所有人 完全丧失任何与之为敌的信心 那名校官眼睁睁 看着自己的下属 哼都没有哼一声 便死在了这个 带着力帽的瞎子手下 他浑身上下都感到了一股寒意 比身周不停落下的秋雨 更加寒冷 五竹走到了他的身前 校官忽然觉得 对方那件被雨水打湿 变得颜色有些深的不一 不像是一件寻常的衣衫 对方握着的铁签 也不是寻常的兵器 对方不是 一个人 而是凝结了天地间所有的玄妙 呼吸着天地间所有寒意的怪物 校官浑身颤抖 奋勇地拔出刀去 然后看见了一柄铁签 在自己的河下刺入 再如闪电一般收回 太快了 为什么先前看着那么慢 为什么自己怎么躲也躲不开 校官带着这样的疑问 重重地摔倒在雨水之中 满是惊恐的双铜剑 要被积水淹没 然后他看着一双湿透了的布鞋 在自己的头颅边走过 便在这个时候 那双穿着布鞋的脚 依然是那样的稳定 雨还是一直在下 禁军一直在死 对那个带着立茂的杀神 所带来的未知恐惧 让负责皇宫安危的禁军士兵们 变得极为愤怒和勇敢 前扑后继地杀了过来 然而这些禁军 竟是连五竹稳定的脚步 都无法阻止一丝 五竹低头 转身 屈膝 以完全超乎凡人想象的 冷静与计算能力 平静地让开 所有可能伤害到 自己身体的兵器 然后直直地递出铁签 撕开面前的秋雨帘幕 撕开面前的重重围困 他只是要进皇宫看看 便因为这个原因 不停地有人倒在他的身边 不停地有鲜血 印红了雨帘 不停地有人死 衰落雨中 不停地有惊呼 有惨叫 有闷哼 就像一个不知缘由 跌落尘埃 来到人间的上天使者 用一种最平静的方式 也是最令人感到恐惧的方式 在收割着帝王身旁的护卫 收割着凡俗卑贱的性命 五竹身前的人 越来越少 地上的死尸 却越来越多 忽然间 五竹在皇城正前方的广场中央 停住了脚步 他的身旁 已经没有一个站着的人了 在他的四周 数百名禁军 倒卧于血泊之中 再如何爆裂的秋雨 此时也无法在一瞬间内 将这些血水洗干净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 皇城之上 城上的禁军 早已弯弓搭建 密密麻麻的羽箭 已经瞄准了宫门前方的五竹 随时可能万箭齐发 五竹就站在血水之中 抬起头来 隔着那块黑布 看着熟悉而陌生的皇城 看着那些恐怖的箭支 落在部外的脸庞 依然一脸平静 根本没有任何距移 他只是缓缓地抬起右臂 将手中的铁签 伸到了暴雨之中 任雨水 洗去上面的血迹 雨水啪啪地击打在铁签之上 被那柄铁签杀得失魂落魄的禁军 已经听命收回宫门之中 此时珠红色的宫门紧闭 扩大的广场上 除了那些倒卧余地的血尸 便只有若惊涛骇浪一般漫天的风雨和 那个带着立帽 孤独站立着的瞎子 皇城上下无数人看到了这一幕 都感到了一股 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寒意 这个强大到 令人难以想象的瞎子 究竟是谁 一脸苍白的禁军统领宫典 站在城头注视着雨中孤独站立的瞎子 身体微微颤抖 想到了很多年前的那个女子 和他的少年仆人 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巨意 他知道对方是谁 在第一时间内 就已经通知了宫内的陛下 然而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这上万名禁军 能不能拦住对方 五竹来了 五竹终于来了 他替小姐报仇来了 宫典的心里不停回荡着 这几句令自己心惊胆战的话语 孤独站在风雨中 用一把铁签 挑战整个强大沁国朝廷的五竹 却没有这些想法 他只是忽然间自言自语道 里面住的 好像是 小李子 万天风雨 私人独立 虽千万人 无王矣 第158章 宫前行走谁折腰 放箭 雨水从宫点混漏漏的胡须上滴落 面色苍白的禁军统领 声音微颤地发出了命令 无数只雨剑在这一刻脱离了紧绷的宫衔 舒然间速度提升到了顶点 撕裂了空中的雨水 射向了广场正中孤独站立的五竹 密密麻麻的箭雨 似要遮天蔽日 只是今日的暴雨 率先抢走了这个效果 所以 无数只飞速射出的箭雨像发泄不满一般 搅碎了天地间 空气中所有的雨珠 令整个广场的上空 变成了如神经一般的水帘大幕 与这恐怖的声势相称的 还有这些箭雨刺穿空气 所带着的阴森呼啸声 这些声音代表着沁国强大的军力 也代表着无可抵抗的杀意 在这样密集的箭雨攻击中 没有人能够活下来 范贤不能 即便是当年大东山处的夜流云 所面对也只不过是数百只弩箭 而且在那样的地形下 大宗师飘忽的身法 本来就是他们最大的保障 怎样杀死一位大宗师 范贤当年曾经深思过这个问题 必须是放在平原之上 万箭骑射 然后用重甲骑兵连环冲锋 方能不给大宗师逃顿的可能 孤独站在雨中的五竹很强大 至少知道他名字的那些人 从来都不会认为他若于一位大宗师 很显然 进军收兵放箭 与范贤当年的计划极为相宜 此事广场上一片宽阔 虽在雨中 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视线的法子 五竹如何躲避 人力终究有时穷 以一敌万之人有 然而箭与其发 却等若将万人之力合于一出 怎样抵挡 面对着比暴雨更加密集的雨剑 五竹还能无比强大的 站在广场中央吗 五竹的身法 没有夜流云快 五竹的出手 没有四顾剑狂狠 五竹无法像苦河一样 借雨势而顿 他只是冷漠地抬起头来 隔着那层湿润的黑布 看着扑面而来 近风逼面 将自己身周数十丈方位 都笼罩起来的乌黑剑语 剑矢之间刺破了雨珠 来到了他的面前 如今的天下 亲身功夫最强的 应该是范贤 在苦河留下那本法术册子的帮助下 他可以在雪地上 一掠石余杖 然而便是他 此刻面临着这颇天的剑语 也没有办法 疏然若闪电 略知剑语照下的范围之外 所以 五竹的身体也没有动 没有尝试着 避开这场明显叙事已久 密集到了极点的剑语 因为无论是谁都躲不开 他只是将身边雨中的铁签收了回来 横在了自己的胸膛之前 就像是一扇门 忽然间关闭 将他的身影锁在了雨雾之后 哆哆哆哆哆 无数声剑足刺中目标的恐怖声音 似乎在这一刻同时响起 强劲的剑诗 有的刺中了五竹脚下的青石板 猛烈地弹了起来 在空中便禁受不住 剑身承受的距离 啪的一声脆断 有的剑诗 更是直接射进了青石板之间 狭小的缝隙之中 剑语嗡嗡作响 只是一瞬间 无数的剑诗 便将五竹略显单薄的身体笼罩住了 无数声令人心悸地响声过后 黄城上下一片寂静 所有人的眼瞳都渐渐缩小 惊恐地缩小 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剑之就像被春雨摧后的杂草 森森然地 在皇宫前广场正中央 约数十丈方圆的范围内 密集地插在地上 剑在空中 而最密集的剑语正中 五竹依然沉默地站立着 不知何时 他一直戴着的立帽 已经到了他的手上 上面穿插着不知道多少支剑 看着就像一个黑色的毛球 甚至寒烈的光芒 而他的右手 依然稳定地握着那把铁签 右手之下 是无数只被他斩断了的剑语 被雨水打湿的广场上 满是剑之 五竹站在满地残剑之中 除了他双脚所站立的位置之外 一地折损之后的杀意 这天地间 似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 站在了干净的地面之上 于是忽然间在这一刻小了下来 似乎老天爷也开始 隐隐为切这个 在万只羽剑之下 依然倔强站立的瞎子 想要把这一幕看得更清楚一些 所以 皇宫上方厚厚的雨云 忽然间被撕开了一道缝隙 太阳的光芒 便从那道缝隙里打了下来 照耀在了五竹的身上 淡淡然为这个不一瞎子 印出了一道清光 小宇中秋风拂过 五竹身上湿透了的衣衫轻轻拂动 肃的一声 他左手上 那顶不知道承接了多少只羽剑的立帽 终于寿终正寝 在他的手中四散破开 就像是一盏一碎的灯笼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皇城进军根本不明白 这种神迹一般的场景 是怎样出现在了人间 在万剑临身的那一刻 五竹其实便动了 只不过他动得太快 以致他手中铁钳和高速旋转的立帽 这两种痕迹 都变成了雨中的丝丝残影 根本没有人能够看得到 五竹的脚 就像是两根庄子一样 深深地站在大地之中 他右手的铁钳 就像是有生命一般 完全计算出了每一道剑支飞行的轨迹 并且在五竹肢体强大的执行能力配合下 令人不可思议地 展露了每一只真正刺向自己身体的剑 先前那一刻 铁钳每一次刺掌横挡 都被五竹强悍地限定在自己身体的范围内 无一寸超出 他任由着那些呼啸而过的剑支 擦着自己的衣衫 擦着自己的耳垂 擦着自己的大腿 飞掠而过 却对这些剑支看都不看一眼 那双湿透了的布斜前方 插满了雨剑 五竹没有进行一次格挡 这种绝对的计算能力 与随之而来的信心 以及所昭示的强悍心智 时不时人间能有 换成是任意一位大宗师 只怕都不可能像五竹先前表现得如此冷静 因为这个世界上 除了五竹之外 没有谁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计算出如此多的事情 并且在电光石火间 能够做出最合适的一种应对 万箭齐发 却是一次骑射 务必要覆盖五竹可能躲避的所有范围 所以 真正向着五竹身体射去的剑支 并没有那么多 然而 这个世上 除了五竹之外 谁能够在这样危急的时刻 还如此冷静地 做出这种判断 不多只是针对五竹而言 饶是如此 他手中那把铁签 也不可能在瞬息间 将扑面而来的密集羽箭全部斩落 所以他的左手也动了 直接取下了戴在头顶的立帽 开始在雨中快速旋转 卷起无数雨壶 震走无数剑支 立帽碎了 像灯笼一样的碎了 哗的一声散落在气气的地上 震起无数残剑 五竹有些困难地 伸直了左手的五根手指 看着穿透了自己手臂的那几只雨剑 本来没有一丝表情的脸上 却忽然间多出了一种极为真实的情绪 有些痛 五竹在心里想着 然后将那一根根身冠入骨 甚至穿透而出的雨剑 从自己左小臂里拔了出来 剑支与他小臂骨肉摩擦的声音 在这一刻 近似遮掩了剑小的雨声 黄城上下一片寂静 轻慢的光从京都天空苍穹 破开的缝中透了下来 照耀在五竹单薄的身体上 他缓慢 而又肆无所觉地将身上重的剑拔了出来 然后擦了擦伤口上流出来的液体 再次抬布 这一步落下时 满是剑支碎裂的声音 因为五竹是踏着面前的剑堆在行走 向着黄公行走 禁军的士气在这一刻低落到了极致 甚至比一年前那惊天一响时更加低落 因为未知的恐惧虽然可怕 但绝对不如眼睁睁看着一个怪物更为可怕 他们不知道 黄公下面那个在剑雨中依然屹立的强者是谁 只是下意识里认为 对方一定不是人 只怕是什么妖怪 或者 神仙 以沁军言明的纪律 即便面对的是一位万民传颂的大宗师 或许他们都不会有丝毫停顿 而是会用接连暴雨般的剑袭去杀死沁国的敌人 然而今天他们真的感到了恐惧 因为那位强者不仅仅招视了无比强大的力量 更关键的是 他们被那位强者所展示出的默然所震惊了 所以当五竹踏着密密麻麻 有若春日长草一般的残剑堆 快要走到宫门前的时候 第二波剑雨依然没有落下 一脸苍白的宫典 正正地看着越来越近的那个瞎子 忽然觉得嘴里有些发苦 五大人已经靠皇城太近 即便在用剑枝倾袭 只怕效果还不如先前 难道陛下交给自己的使命 真的永远无法完成 庆帝此生 惟惧二武 一是那个黑黑的箱子 还有一个便是今日稳不行来的老武 皇帝陛下 在太平别院续案后的二十余年里 不止一次 想要将五竹从这个世界上清除掉 然而 最终他还是失败了 只是为了应对五竹的复仇 皇帝陛下 自然也有自己的一套计划 范贤从神庙回来了 自然五竹也跟着回来了 庆帝从来没有奢望过 老天爷能够给自己一个惊喜 他为五竹所做的准备 其实并不多 因为人间能够制衡五竹的法子 本来就不多 更何况如今的庆国 只有一个贱老疲惫伤于的陛下 那位夜流云大师 早已飘然远去 在庆帝看来 唯一有可能清除五竹的方法 便是皇宫的这面城墙 无数禁军的阻拦 还有那漫天的大火 因为几年前在庆庙后面的荒场上 庆帝曾经亲眼看过 那名神庙的使者 在大火中渐渐融成奇怪的物事 也曾经亲耳听过那些琵琶的响声 宫典 便是具体执行庆帝清除五竹计划的执行人 为此禁军在这些天里 准备了火箭以及相应的设施 然而 上天似乎在庆历十二年的这个秋天 真的遗弃了他在人间挑选的真命天子 当五竹因为莫名其妙而深沉的情绪来到皇宫之外时 天空忽然降下了京都深秋百年难得一见的暴雨 颇天般的豪雨 沉重地打击了宫典的准备 似乎也是想以此清洗南庆朝廷的过往 替一位强大的君王送葬 宫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看着越来越近的五竹 停止了放箭的命令 用沙哑的声音冷声喝道 准备火游 如果想将皇城下的五竹笼罩在火海之中 四年前京都叛乱时 范贤经由监察院所设的火药空暴毒计 毫无疑问最为强悍 然而早在四年前 范贤便已经将监察院库存的大批火药 都藏在了小楼之下 最关键的还是 这漫天的雨 这该死的雨 所以宫典只可能寄希望于火游 能够杀死皇城下的五大人 火游泼了下去 却根本无法泼到五竹的身上 五竹行走得看似缓慢稳定 然而却像是一个在悬崖上飞腾的羚羊 走到了宫门之前 与世见晓 皇城上的禁军终于点燃了十数根火箭 全部射了下去 火苗一处皇城下雨水混在一处的火油 顿时猛烈地燃烧了起来 火苗就像是从地上升起的暴雨 火雨猛地探出了巨大的火苗 要将五竹那孤单的身影吞没 便在这一刻 五竹飞了起来 更准确地说 他是走了起来 完全超乎了所有人类的想象 他手中的铁签 准确地刺中了皇宫约两丈高处一个缝隙 身体如被弓弦弹出的剑一般 迅疾加速 化作了一道冷漠的影子 在平滑翘直的皇城墙上 双脚不停交错 就这样向着城墙奔跑而去 谁也无法形容这目景象 五竹在路上 在皇城的墙壁上 正对着落雨的天空奔跑 当五竹那双穿着不斜的脚 稳稳地落在皇城头上时 宫点便知道大势已去 这个世间除了皇帝陛下之外 再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五竹入宫 秋雨下广场的一角 忽然传来一阵如雷般的马蹄声 骑兵的数量并不多 然而却格外肃杀 淑密院证实 如今沁国军方第一人 叶仲大帅终于从淑密院赶了过来 叶仲面色一片震惊于铁青 雨水让他花白的头发 贴在微黑的脸庞上 看上去异常狼狈 他远远地看着城头上 那个孤单的瞎子背影 从马上跳了下来 在雨水中向着皇城的方向狂奔 却险些摔了的量枪 七里喝道 五大人 莫要乱来 朕知道 神庙已经荒破了 但朕想老五既然是庙里的人 神庙总有办法把他留在那里 谁知道 他还真的能够重返人间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个贼老天 今天要下这么大的一场雨 这是为什么呢 朕心怀天下 守控万里江山 不料今日却被一匹夫逼至价钱 谁能告诉朕 这是为什么呢 上天何其不公 若再给朕一些时日 若当日朕没有伤在那个箱子之下 朕又何惧老五来此 不过即便老五来了 那又如何 不时德文宫外急报 却依然一脸平静的皇帝陛下 唇角忽然泛起了一丝冷笑 缓缓地从龙椅上站起身来 平稳地举起双手 让身旁的姚太监 细心地检查了一遍 身上的龙袍 可有皱纹 龙袍有许多种 今日庆帝身着的龙袍极为贴身 想必对他稍后的出手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只是 只是 皇帝陛下眼角的皱纹 为何显得那样的疲惫 那样的淡淡哀然 站在幽静而空旷的太极殿中 庆帝复首于后 沉默许久 他的头发被梳理得极为整齐 用一条淡黄色的丝带 随意地系在脑后 显得格外潇洒 许久之后 他缓缓睁开双眼 眼眸里再也没有先前那一番 自问时的淡淡自嘲之色 有的只是一片平静与强大的信心 皇帝陛下凭借而冷漠的目光 顺着太极殿敞开的大门 穿过殿前的广场 一直望向了那方厮杀之声 建起的皇城正门 他知道老五待会儿 便会从那里过来 因为他知道老五的性格 纳斯这一生 也只会走着最直接的道路 找到范贤没有 他的眼帘微锤 轻轻地转动着手指间的一枚玉斑纸 很随意地问道 还没有 姚太监在一旁恭敬禀道 范家小姐昨天夜里就失踪了 皇帝闭上了双眼 沉思片刻后说道 郑看来依然是低估了很多人 比如弱弱这个丫头 姚太监在这个时候不敢接话 只是在心里也觉得异常古怪 当宫中知道了范贤入京的准确消息之后 陛下昨夜第一时间将范家小姐 请入了宫中 很明显 陛下掐准了范贤的命脉 然而谁知道 昨夜范家小姐却忽然间在宫里失踪了 如果范家小姐是一位隐藏着的高手 那为什么还会被内庭请入宫中 而不是在宫外便逃走 皇城处的上万禁军 还在用自己的血肉与生命 顽强地阻挡着五竹的进入 一路接血 却没有一位进军退后一步 便是四顾见 当年在大青树下用木棍戳死蚂蚁 也还需要时间 更何况眼下杀的是人 五竹依然平静地杀着 然而面前的人一直没有少过 不知道还要杀多久 还有半个时辰 皇帝陛下 似乎总是能准确地把握世间的一切事物发展 他缓步走出了太极殿 站在了长廊之下 看着廊外越来越稀的羽丝 似有所思 皇宫之中的太监宫女 满脸紧张地退在远远的地方 皇帝的身边只有姚太监一人 显得是那样的孤单 皇帝的眉头忽然皱了起来 轻轻地咳了几声 从姚太监的手里 结果洁白的丝绢 擦拭了一下唇角 冷漠说道 如果安芝再不出手 这事情就有趣了 皇宫里的气氛异常紧张严肃 全无一丝生动活泼 自然相当无趣 此时的范贤 便在太极殿长廊尽头的几名太监之中 心情异常沉重复杂地注视着远处那个中年男人 或者现在应该说是老人 昨天子爷刚过 在漆黑夜色的掩护下 范贤一个人来到了皇宫 这一次 他没有试图再向那一年殿前失会后那班 学壁虎爬进宫里去 因为如今的京都 因为北方如火如荼的战士 更因为他的归来 防卫力量被提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层级 在想于墙而入 已经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于是范贤动用了 自己在这个天下埋得最深的那枚棋子 这枚棋子除了他之外 便只有王启年知道 邓紫月也只是隐隐了解过一些 那就是红竹 如今的红竹已经回到了御书房 重新得宠 在这位宫中红人的暗中疏导帮助下 范贤看似轻松 实则极为凶险地 经由换一方方向潜入了皇宫 范贤没有想过 如果红竹将自己卖了 那会是怎样的后果 他的第二次人生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还有什么不敢失去的 潜入皇宫之后 范贤便知道了 妹妹再一次被接近皇宫的消息 他马上明白了陛下的想法 看来到了今日你死我活的这一刻 这位坐在龙椅上的男子 终于撕下了一切虚伪的面具 准备直接用弱弱的性命来威胁自己 这和当初弱弱作为人质不同 因为当时的皇帝陛下 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所以依然可以保有圣君的面目 范贤也不担心 他真的会拿妹妹的生死来威胁自己 而如今皇帝已然老了 缠绵的伤势根本未好 只怕他也嗅到了那死死亡的味道 范贤眯着眼睛 小心翼翼地低着头 在那几名宫女的身后 通过他们衣衫的缝隙 注视着太极殿正门口的皇帝老子 一时间心情竟有些复杂 他也知道了皇城处的异动 猜到了五竹书的到来 然而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五竹书是真的醒了 不过无论如何 范贤十分清楚 这些绝世强者的实力 和沁军强大的战斗力 就算五竹异常强悍地 突破了禁军的防御 只怕杀到太极殿前来时 也必然要受伤 而面对着好征一侠 安然以待的皇帝老子 五竹书又能有几分胜算 范贤的眼睛眯得更厉害了 看着远方的皇帝陛下 轻轻地咳了两下 然后将擦嘴的白卷 收入了袖中 第159章 南庆十二年的彩虹 一 南庆经都在下雨 北齐南庆在下雪 小雪在空中优美 而缓慢地漂浮着 充溢着天地间的寒气 却依然让温度降到了 人类十分艳增的程度 在南庆城雄壮的城墙之上 负责北齐南方防线的南京统兵司大将上山坡 面色漠然地看着西南巷的平原 园上没有积雪 依然可以看见那些正在冬眠的黑色沃土 他的目光透过层层风雪 落在了那处绵延不知数十年 气势肃然的南庆军营 那处旗帜烈烈作响 迎债连绵 无穷无尽的黑色 沉默地停住于风雪之中 就像是一个暂时休息的猛兽 随时可能向南京城扑来 南庆燕京大营 与北大营两大边军全力来攻 在这段日子里 接连突破了北齐大军部下的三道防线 以辽原之势直扑北上 一路不知杀死了多少北齐战士 如今已经抵达了南京防线前方二十里处 正在稍作休整 看来天下两大国之间 最血腥残酷的攻城战 马上便要爆发在南京城下 上山破忍不住瞇了瞇眼睛 手掌轻轻地抚摸着身旁的刀鞘 看着深周如蚂蚁一般快速走动 在冰冷的天气里 准备守城军械的下属们 感受着城内充斥着的紧张恐慌气氛 不由叹了口气 十余万庆军铁骑已经压眼而至 自己身下这座大骑南方第一要阵 又能挡得住多久呢 上山破摇了摇头 接连向下属校官发出数道军令 然后转身下了城墙 来到了城墙下临时安置的前线营帐之中 这处营帐十分偏僻安静 外面由他的清兵亲自把守 根本不与有人能够靠近 一入营帐 上山破看着帐内那个穿着一身平民服饰 然则却是不怒而微的男子 干脆至极的丹西跪下 陈生说道 义父 看样子 王志坤被前几天的纵歌伏击打丧了胆 三天之内应该不会发起功成 全天下人此时都以为北齐的军方驻食 最令南庆感到忌惮的上山虎大帅 应该还成兵于庆军妖父之间的宋国周成之中 然而谁能想到 在南京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这位天下雄将 竟然单身一人 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南京城中 上山虎那双黑残眉 微微抖动了一丝 片刻后沉生说道 王志坤行兵虽然保守了些 但绝对不是胆小之徒 不然庆帝怎会让他领念经之兵十余年 这些时日里那些骚扰 看上去是我军占了便宜 实际上 此人像是个乌龟一样 根本没有被你诱出什么兵来 上山破听着义父嗡嗡的声音 在营帐里回荡着 看着义父的眼中 自然流露出一丝敬佩 义父暗中回到南京 已有些时间 自然要准备迎接马上到来的这一场大战 如果不是义父暗中运兵如神 借着三道防线 纵横切割 也不可能让南庆铁骑到今日 才杀到南京城下 王志坤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明明他们兵士占优 而且气势正盛 却偏生在平原上摆出一副守城的架势 上山破想到此处 不由怒骂出声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王志坤的厉害便在此处 南庆啊 上山虎忽然从地图上收回目光 目光看着营帐之外 叹道 兵多将广 十不我欺 这位北齐一代名将的脸上 忽然出现了一丝疲惫之色 他从宋国周城回到南京 是因为他实在是不放心这处的防御 一旦沁国铁骑 真的突破了南京防线 北齐朝廷的中腹部 便会直接面对着南方来的战火 朝廷必须生乱 上山虎等若是失了的分身之际 南庆铁骑依然以为他还留在宋国周城 只怕担心到了极点 而他却是暗中在南京主持这一道防线 只有一个上山虎 却用这种法子 能够发挥超出一个上山虎的作用 只是面对着沁国军纪森严 军械优良 战斗力异常强悍的十余万大军 上山虎再如何用兵如神 也不可能感到轻松 尤其此次并非野战 而是两大国之间 在南京防线上的正面冲撞 打到最后 打得依然还是国力与气势 上山虎并不畏惧王志昆 他太了解这位南方的同行 所以不拒 这些年 他主持北齐南方军事 一直将目光都投注在 遥远南方京都的皇宫里 他一直以为 自己了解沁帝的军事思想 若南庆真要进行北伐 一理论定是要集全国之力 全是扑北 至少要集结三路边军 以势不可组之势 强力推进 然而 南京城外只有两路边军 沁帝的魄力 似乎不如他想象中那般强大 上山虎双眼微眯 忧心忡忡 暗自想着 南方的那位军王 究竟在想什么 难道是有什么 自己没有看出来的诡计 自己还能守住这片国度吗 卫将者手中信心 然而在南庆强盛军事面前 上山虎并没有 占而胜之的信心 他相信自己 能够将对方北伐的脚步 阻挡住一段时间 但是又能阻挡多久呢 有一种疲惫 占据了上山虎的心房 他忽然想到了 陛下前些天传来的秘址 听说南庆范贤 已经从神庙回来了 此时应该到了京都 难道大齐的命运 便要寄托在沁帝的私生子身上 范贤会杀沁帝吗 能够杀死沁帝吗 当上山虎在南京城内 注视着数十里外的沁军营帐时 在风雪中 连绵十余里的沁军营帐之内 主帅王志昆大将 也用冷漠的目光 看着远处的那座大城 只要攻破那座城池 沁军最强大的骑兵 便可以杀入北齐中复要害之地 到那时候风卷残云 虽然还要面对上京城前的两条防线 但想必总比现在要好打得多 尤其是此时攻南京 却要防着身后宋国州城里的上山虎 沁军的攻势虽然稳定 却少了当年开边拓江里的壮烈气势 史非什么时候到 王志昆问道 身旁一位偏将不假思索 直接应道 大将军应该四日后抵达 王志昆有些欣慰地点了点头 此次北伐之始 陛下便已经拟好了所有方略 虽然如远处南京城内的上山虎一般 王志昆有时候也觉得陛下此次的魄力不及当年 但是对于陛下的信心从来没有减弱过 陛下要派史非前来接掌北大营方面的野军 并没有让王志昆有丝毫负面的感觉 他不在意让人抢攻 更不会认为陛下是不信任自己 因为史非当年本来就是他的副将 更何况如今北伐 乃是统一天下的战争 没有哪一位大将敢奢望 仅凭自己的力量 便能完成此等分工伪计 王志昆偶尔想着 至少自己比叶帅好 叶帅现在身份太过尊贵 只能在京都树密院发令 却无法像自己一样亲自领兵 准备了多少年了 王志昆站在营帐门口 任由雪花落在自己的盔甲之上 眯着眼睛 看着远方的南京大城 想到自己的双脚 其实已经站在了北齐的疆土之上 心中骤然间升起了无穷豪情 为陛下驻守燕京十余年 为的便是今日 壮阔的话卷便在眼前 人生哪有悔意 忽然间 王志昆的眼瞳里闪过一丝寒意 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 虽然天寒地冻 但庆君的后勤保障没有问题 气势没有问题 可是他的心里 一直都有极强烈的不安 小藩大人回京都了 陛下可会安好 依山而见的北齐皇宫 山上有山剑 山剑沿着山道流到最下方 会称一方青坛 坛旁气着青石 坛中清水顺着刻意打开的一处缺口 向着宫外的方向流去 北齐皇帝身上 披着一剑大肠 那里穿着龙袍 双眉如剑微微挑起 双唇紧紧抿着 他就这样坐在水潭的缺口之旁 沉默了很久 一言不发 海棠背对着站在他身旁 目光顺着 从潭中流出的清水 一直望向了美丽的皇宫之外 那条缓缓行走于 东日上京城内的河 大东山一事之前 苦河大师便在这处水潭里 与太后一番交谈 决定了某些事情 飘然而去 最后颓然而回 寿终而亡 他败在了沁帝的手中 如今北齐朝廷 又面临着南方那位 强大君主的威胁 只是这一次的威胁 比上一次更真切 更直接 无数的沁国铁骑 已经踏上了侵略法北的道路 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杀进这座古老的京城 点燃这座美丽的黑青皇宫 朕不能将所有希望 都放在他的身上 北齐皇帝见眉微平 面色微淡 缓缓开口说道 虽然朕相信 他与沁帝之间有 不共戴天之仇 但沁帝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关于梵贤此人善变而天真的情思 朕大概比很多人 都更了解一些 而且最关键的是 按照小师姑的话来说 那位虾大师 根本已经变成了一个白痴 北齐皇帝低下头 望着水中 有些变形的自己面容 忽然觉得 这天地间的寒意 都变成了前所未有的重担 压得他快要喘不过气来 危待失望之意说道 若真是如此 谁又能够在南庆皇宫里 杀死那位君王 谁都知道沁人的野心 朕未知准备了这么多年 然而战事一起 朕才发现 原来朕依然低估了 沁君的强悍 北齐皇帝抬起脸来 眸子里闪过一丝坚毅之色 不过是两路边军 便可以杀到南京城下 若沁得真的举国来罚 便是上山虎 只怕也不可能支持太久 若上山将军支撑不住 陛下准备怎么办 海棠在此时缓缓转过身来 平静问道 倾举国之力 与之一战 北齐皇帝微微一笑应道 根本没有思考 这天下终究是朕的天下 便要遇碎 也要碎在朕的手里 朕可从来没有认输的念头 海棠没有在说话 只是静静地望着宫外 望着南方 双手轻轻合十 东夷城控制的江土 宋国与小梁国的交界处 被海风吹拂着的土地 拥有比上京城和京都 更温暖潮湿的天气 山野间的树木 依然保留着难得的青涩 谁能知道 越过面前的山梁 行过宋国的土地 穿越那座偏小的周城 便会来到一片肃杀朔雪之地 那片朔雪之地 正是南庆发兵之源 北齐溃退之后固守 无数人厮杀允命之地 孤军叛离南庆朝廷 在人世间沉默了 一年有余的沁国大皇子 此时便在温暖如春的山野间 目光直视天穷 想象着那片肃杀的风雪 他的身后 是一万余名忠心孝命的部署 在山野山方有一道黑线 那是范贤交给他的四千黑旗 然则京哥统领着这些黑旗 似乎并不怎么肯听他的话 如果不是王氏三郎回到了东夷城 给金哥带去了范贤的亲底军令 大皇子收回了目光 看了一眼身旁的王氏三郎 鹦鹉的面容上 没有丝毫情绪的反应 他此时所统领的军队人数 虽然不多 但却是东夷城以以为平的 最强大的一支力量 如果加入到此时两国间的战场上 尤其是从上山虎去年 变妙手夺得的宋国周城中杀出去 只怕会带来令天下震惊的战果 然而范贤并没有要求 或者请求他这样做 范贤只是将自己所有的力量 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大哥 然后通过王氏三郎的嘴 将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分析 讲给了他听 然后便再也没有任何话 大皇子倾提马赋 一脸沉默地 领着一万余名精锐军士 向着西北方向驶去 树西之后 山野上方那四千名黑旗 也开始 携着永久不变的肃杀 与幽民气息启拔 马上沉默地他很清楚 为什么范贤没有任何具体的话给自己 因为他和范贤一样 他们虽然都有东夷城的血统 但毕竟是沁人 最大的精锐力量绝大部分也都是沁人 如今南庆正在北伐 难道自己这些沁人 却要背叛朝廷 反戈一击 只怕谁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 虽然这些人都是被流放了的人物 对于皇帝陛下也谈不上什么忠诚 但背军与叛国终究是两种概念 然而东夷城方向 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沁帝一鼓作气地将北戚打散 因为若那样的话 东夷城自然便是强大沁军的第二个目标 如今的东夷城名义上已经归属大沁 但在范贤和大皇子的强势之下 南庆朝廷根本管不到此处 一旦有机会动兵真正征服 想来沁国朝廷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若到了那时 东夷城自然是灭了 大皇子也只有死路一条 从陈平平死的那一刻开始 大皇子便已经做好了这种思想准备 然而如今知晓 范贤在京都准备做的那件事情 大皇子的心头依然溢不住地有些黯淡 不论范贤是胜是败 他的心情都会黯淡 因为那个人是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还在沁国的皇宫里 他的妻妾也还在京都 大皇子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京都的方向 一时间唏嘘了起来 微微眯眼 长久沉默 一言不发 天下大战已起 修罗长已然铺成 海谷埋于道 血肉渐于也 乌鸦怪名于天际风雪之中 不禁地肃杀凶险 笼罩了整个天下 就像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遮盖了所有百姓头顶的天空 便在这样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局中 有很多人的目光 包括沙场之上那些猛将 至高的皇帝 孤首的逆子 其实都在注视着京都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胜败 天下的走势 依然还是在南庆京都之中 在那一对对人对己 都格外残忍 无情的父子之间 正如沁国皇帝陛下 曾经对夜晚说过的那样 他与范贤之间的生死存活 才是真正的局点 只是这个局 不是人力所能设 而是这数十年间的造化因果 最后凝结而成的局面 在这个凝结的过程之中 皇帝陛下自己 那个死去的女人 秋雨中的陈萍萍 以至于范贤自己 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至于这个局到了最后 已然无解 成了个死局 只有剑才能展开绳结 只有生死才能解脱 被无数双目光注视的京都城内 百姓却感受不到 太多前线血腥的味道 甚至连此时进攻 所发生的惊天大事也不知情 他们情绪 平稳地过着一如往常的日子 除了天河到岔道口的那些百姓 正在不停地哭泣 学士府中的胡大学士 听不到这些哭泣的声音 但他在第一时间内 知道了皇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大朝会的日子 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眼线和层级 所以他顿时呆了 一年前 赫派的官员 全数被范贤和监察院杀了 这一年里 胡大学士 统领着门下中书 以及三四三院六部 将沁国朝廷打理得紧紧有条 便是陛下重伤不能逝世的时候 这位大学士 依然平静田淡 东山倒于前 而面不改色 十分有效地维持着沁国的平安 然而 今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胡大学士所有的镇定平静 顿时瓦解 他今天没有擦护脸霜 所以脸上的皱纹 显得格外的深 他正正地站在学士府的园子里 显得格外苍老 祈求着上苍 不要给大清带来任何的不幸 京都另一处平寒房内 某简陋名宅中 已经处于很久的前任京都府 尹孙静修 正在他的女儿孙家小姐的搀扶下 一面咳嗽 一面喝着药 在狱中被折腾得险些身死 若不是范府里的几位夫人暗中打理 只怕这位性情严正的京都府尹 早已死了 然而如今的孙家早已败落 除了一家三代之外 仆役进去 姨太太也已逃走 日子过得着实有些不堪 孙皮儿温身宽慰着父亲 心里却想着 改日只怕要去范府里 谢谢郡主娘娘赐的药 只是却没有什么衣裳 可穿了 又想到 小范大人 现在究竟是死是活 一时间不由有些吃了 此时的范府中 林沃却是表情凝重地坐在花厅之中 丝丝坐在她的身后 一人分别抱着一个孩子 她对面前的藤大家媳妇说道 逃是没必要的 只是府里的下人 能散就赶尽散了 藤大家媳妇 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哪里肯走 林沃也不会勉强 因为范族里的这些族人家人 便是想走 只怕也无法走干净 她只是正正地看着怀里的范粮 昨夜范若若被急召入宫 最近又没有陛下身体不适的消息 林沃便马上猜到了一些什么 尤其是从昨天夜里 便开始弥漫在京都里的诡异气氛 更是让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你还活着 为什么不先回家看看 就算舅舅要杀你 你要杀舅舅 可是 可是 难道之前 你就不肯让我看你最后一面 一念即此 悲从中来 几滴眼泪从她的眼眶里垂下 滴在了范粮满是不解的稚嫩脸蛋上 在林沃无助 又悲伤地担心着范贤的生死时 昨夜被召入宫中的范若若 却已经成功地逃脱了内庭高手的看管 消失在了重重生功之中 如今的皇宫已然乱成一团 一时间竟无法找到她的下落 看来这位姑娘家不止青山学艺有成 当年武竹在苍山学业里 对她的训练 也远比当初对范贤的教导要成功许多 此时的她 穿着一件宫女的衣衫 却偏生穿出了急动人的感觉 衣衫在微雨中缓缓漂浮 她顺着宫墙的家壁 缓缓地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行去 一路上 只见被厮杀生惊的面色惨白的太监宫女 偷偷摸摸地向着后宫方向奔去 谁还会来管她是谁 她来做什么 然后再将要转到太极殿的一道偏僻宫门处 她看见了太监红竹 似乎红竹在这里 已经等了她很久 两个人平静地互视一眼 范若若平静地看着红竹 其实心里却是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因为她根本不清楚 为什么几个月之前 这位正当红的太监总管 会忽然与自己暗中联系 红竹勾着身子 离开了这道宫门 她没有解释什么 因为她本来以为小范大人已经死了 思前想候了很久 她骨子里所蕴藏着的那点东西 终究让她找到了范家小姐 讲述了自己与范贤监的关系 或许 只是这名太监 不愿意让自己守着与范贤监的秘密 而孤独地守候在深宫之中 范若若知道 哥哥还活着 并且在这位太监的帮助下 潜入了皇宫 这个事实令她很喜悦 然而紧接着 喜悦便变成了深深的担忧 因为她知道 哥哥进宫是为了做什么 她走到了宫门旁 走到了一个盛水的大同岗旁 隔着宫门 听着不远处皇城上令人心悸的声音 那些铁钳刺穿盔甲 刺穿骨骼的声音 她的眉宇间 担忧之色更重 知道今天连师父也来了 然后她隔着宫门的缝隙 看着远处太极殿正殿门前的那方明皇身影 微微敏唇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皇帝陛下复首于后 双手在袖中 微微用力地握着那一方白卷 只有她知道 白卷上 视若点点桃花一般的血子 可出血来了 难道朕真的不行了吗 姚太监已经被她赶走 此时她身周没有一名侍卫 站在雨帘之前 显得是那样的孤单 而在她面前的小雨之中 一个更孤单的身影 慢慢地走了过来 五竹终于来了 小雨依然在不停地 低打着她脸上的那方黑布 她手中紧紧握着的铁签 依然在不停地滴着血 一股充溢着血腥味道的气息 从她那身湿透了的布衣上 透了出来 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禁军 五竹才终于从皇城的方位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 她手中那往常似乎肩不可摧的铁签 在刺穿了无数坚硬盔甲之后 刺穿了无数咽喉之后 此时锋利的千肩 竟已经被磨成了平端 千身弯曲了起来 五竹不是人 但她也不是神 在面对着人间精锐战力 前扑后继 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下 她依然受了伤 尤其是从皇城杀下来的那一条道路上 穿着厚重盔甲的禁军官兵 将自己的身躯当作了质敌的巨石 堵在了她的前方 成功地拖延了她的脚步 伤害到了她的身体 禁军的拦截不可谓不撞脸 可五竹依然是杀了出来 只是她手中的铁签已经废了 她紧紧竖着的黑发早已散乱 身上的布衫更是多了无数的破洞 腰下的一方衣媚 更是不知为何 被烧成了一块残片 最为令人心悸的是 在乱战之中 瞎子少年的腿 似乎被某种重型兵器砸断 以一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角度 向着侧后方扭曲 看上去骨头已经被扭碎 成了异状 根本无法行走 可五竹依然在走 她隔着那层快要脱落的黑布 盯着殿下的庆帝 用手中变形的铁签作为拐杖 拖着那条已经废了的左腿 在雨中艰难而倔狠地行走 一直要走到庆帝的面前 雨势早已变小 稀稀利利地下着 太极殿前的青石板上 却依然积着水 五竹扭曲的左腿 就在雨水中拖动 摩擦出极为可怕的声音 每一次摩擦 五竹薄薄的唇角便会抽出一丝 想必她也会感到疼痛 但是她已经忘记了疼痛 她只是向着殿前的庆帝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庆帝静静地看着越来越近的五竹 忽然开口说道 我终于确认你 不是个死物 但凡死物 何来你这等强烈的爱憎 便在此时 一只紧闭的宫门忽然大开 一身污水的夜中骑鱼马上 率领着残余的进军士兵 以及自己亲属的骑兵 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赶了过来 提升如雷 震得地面的雨水丝丝颤动 不过瞬息 数百名庆国精锐兵士 便再次将五竹围了起来 只是他们看着被自己包围着的五竹 看着那腿已经扭曲 却依然倔狠站着的人 却没有丝毫喜悦的情绪 尤其是此时忽然出现在 陛下身旁的十余名庆妙苦修士 那些戴着礼帽 拥有强大实力的苦修士 当他们看见五竹之后 尤其是看到五竹身上 伤口处流出的液体颜色之后 更是面色惨白 浑身颤抖 五竹身上流出的血 也是热的 也是红的 然而却是惊鸿的 在小雨中渐渐淡去 没有太多人能够注意到 但这些戴着礼帽的苦修士 却注意到了 所有的苦修士 在这一刻如遭雷击 跪倒在了雨水之中 跪倒在了五竹的面前 他们本来是沁帝最强大的 贴身防卫力量 然而在这一刻 却不得不臣服在 这个薄了的瞎子身前 使者清零人间 凡人烟感不尽 这是上天对大庆的审罚吗 第160章 南庆十二年的彩虹 二 雨水缓缓地击打在那些立帽之上 苦修士们面色苍白地 跪在湿漉漉的地面 正正地望着中间那名 蒙着黑布的瞎子少年 许久做不出任何的反应 他们本是沁帝最后的防卫力量 当初是一名苦修士联手 便是范贤和影子二人 都险些被杀 可见力量之强大 然而此刻面对着五竹 他们会反戈一击吗 皇帝陛下站在殿前的长廊下 天空中细微的寒雨 被风吹拂到他所站立的地方 打湿了他河下的胡须 遗落遗落 他眼睛微眯 谋中含义见盛 冷漠开口说道 没用的东西 庙里一个叛徒 就让你们吓成这样 很奇怪 皇帝陛下似乎并不担心 这些苦修士 会在这一刻背叛自己 在很多很多年前 庙里行出来的那位使者 为了清除叶青梅 留在这个世间的一切痕迹 与皇帝搭成了某种协议 也就是从那日之后 庆庙行走于大陆南方的苦修士 便将陛下 看成了真正的天选之人 在天选之人 与庙中使者之间 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苦修士们 至少在这一刻是沉默的 已经渐渐苍老的他们 自然知道很多年前 那位使者所发布的神谕 知道一位使者已然堕落 但他们不知道 那位使者 是不是面前的这个人 皇帝陛下 也没有去理会 这些跪在雨中的苦修士 他只是静静地 看着雨中的五竹 沉默片刻后说道 世间本就没有神 朕不是 老五 你也不是 五竹的腿 已经被砸断了 用一种极其令人心酸的姿势 勉强站立着身躯 庙中人重灵世间 面对着人间最强大的武力集结 他汗勇无仇地杀了过来 却依然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 皇帝陛下说得对 他自己不是神 所以这一年里 接连被背叛 被不属于这个世间的兵器伤害 伤势缠绵 早已不复当年巅峰时期的水准 然而此刻的五竹 也已经到了最残破 最无力的阶段 这样两位绝世强者的对决 究竟是谁胜谁负 更何况 此时叶仲已经领兵而至 将五竹团团围住 五竹还能杀破重围 将手中的铁签 刺入沁帝的咽喉吗 皇帝冷漠的目光 落在五竹破损到了极点的衣裳 和那条已经断了 只是凭着一些皮肉 连在一起的左腿 毛子里没有一丝情绪 心里却在想着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不出来 渐渐的 一股复杂的情绪 冲入了沁帝的眼眸 那是一股自嘲 一丝佩服 一丝不甘 如今五竹已经陷入重围之中 再如何强大 也不可能只手翻天 偏在此时 范贤依然没有现出身形 这等样的冷力隐忍 实在是很可怕 穿着一身太监服饰的范贤 此时离太极殿正门似乎极远 实际极近 他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踪影 凭借着这两年里 锤炼到极致的心神 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借着漫天悠悠下着的风雨 渔场间无数人沉重紧张的呼吸声 缓缓地向那边靠近 从看见皇帝老子咳嗽的那一刻 范贤便确认了 在南下道路上所知晓的那个绝密情报 陛下的身体 似乎真的不行了 快一年没有见到 这位强大的君王 今天远远隔着与瞧着 似乎他的面容 已经变得苍老了许多 河下的胡须也长了许多 神态也似乎疲惫了许多 陛下已然走下了神坛 然而 他就那样平静地站在太极殿岩下 看着一步一步走来的武竹 却依然显得那样的强大 强大到任何试图挑战 他的人们都下意识里 先丧失了三分信心 范贤当然看见了武竹的惨状 他从来没有想过 武竹书也有伤得如此重的一天 也正如先前 他从来没有设想过 世界上有人能够正面突破南庆皇宫的防守 直接杀进千军 杀到庆帝的面前 他的目光从武竹书的断腿上一扶而过 强行压抑下剧烈跳动的心跳 强行压抑下心头的那丝恐慌与担忧 以及难过和酸楚 依然藏在这片太极殿的阴影里 冷漠而强悍地等待着那个出手的机会 武竹书已经到了最危险的那一刻 他依然没有出手 因为他知道 在陛下与武竹正面冲撞之前 自己的任意一次出手 都没有任何意义 大宗师的战争 不是自己这些凡人可以任意插手 他不想辜负武竹书这一场惊天动地的绝杀 所以他必须忍着 叶仲还在 姚太监不知在哪里 那些苦修士不知道会不会出手 皇宫里依然高手云集 范贤必须把吸引众人目光 消耗皇帝老子实力的希望 放在已然咄咄欲坠 身体受创 极惨的武竹书身上 不论任何人 包括已经死去离开的那三个老怪物在内 如果受了今日武竹这般严重的伤 只怕都只有颓然受死一条道路 然而 武竹依然站立着 这给了范贤信心 也给了皇宫里 众人无穷的压迫力 武竹隔着那方黑布 看着十余帐外 十佳上的那龙皇身影 那个已经比他记忆中 要苍老很多的男人 不知为何 心里涌起了无尽的酸 无尽的楚 无尽的艳增与不屑 是的 大东山事情结束之后 在京都范府的屋檐上 听范贤发了一夜的酒风 武竹沉默地踏上了 寻找自己的道路 因为他想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他回到了神庙 便在进入神庙的那一瞬间 他记起了很多很多事情 自然也判断出了很多事情 虽然在接下来的那一瞬间 神庙强行抹出了他的那些记忆 然而随着范贤来到神庙 武竹的记忆 虽尚未完全恢复 但被抹出之前最深的那抹情绪 却留存了下来 这抹情绪 比他对范贤的感情更强烈 更直接 直接吸引着他 静静地看这座皇宫两日 直接吸引着他 直接从皇宫的广场外 直接杀进了宫里 哪怕他此时不记得 当年的那些事情 他依然记得 石阶上的那个穿着龙袍的男人 记得自己心中 对于这个男人的杀意 范贤要武竹跟着自己的心走 武竹的心里 便是无穷无尽的酸楚 尤其是此刻看见了小李子之后 这种酸楚 似乎便找到了发泄的渠道 他要杀了他 他只记得这件事情 所以武竹动了 他拖着那条残腿 靠着手中铁针的支撑 艰难无比 却又杀气十足 一步一步拖行着 蹭着地上的雨水 完好的那只脚急不可耐 就像是想跳跃一般 向着石阶上的皇帝陛下走了过去 当武竹动的那一刹那 围在他身周的庆军高手也动了 震天界的一声喝沙 无数的长兵器 向着他的身体呲了过去 那些本来跪坐在武竹身边的苦修士们 终于承受不住 这种强大的压力 也动了起来 只是有的苦修士 飘然退到了风雨之中 有的苦修士 却是拦在了武竹的身前 由这个片段可以看出 庆帝在这些苦修士心中 至高无上的地位 纵使明知道武竹是庙中的使者 可是庆帝一具叛徒 依然有苦修士 选择了相信陛下 武竹一动 场间的局势顿时大动 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那些夹杂在陛下与武竹之间的苦修士 大部分飘然退到了风雨之中 让开了武竹直面皇帝陛下的通道时 有一个戴着立帽 穿着麻衣的苦修士 却是斜斜地飘向了侧后方 有意无意间 扰乱了一下军方高手的攻势 宁器于全身 如一尊武神般 持枪坐于马上的叶仲 当武竹洞的那一刻 双眸里杀意大作 一催马腹 马而思鸣一声 长枪如垫斑 刺向了武竹有些倾斜的后背 场间的这些人 大概只有叶仲 经历了很多年前 倾国京都的那些事情 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武竹的可怕 那是一个与刘云书正面相抗 不落半点下风的绝世强者 他一旦下定决心 护胜出手 便凝聚了自己全身的功力 没有留一点后手 因为他知道 面对着武大人 除了避其攻于一枪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对方 看上去有些亮枪的脚步 一声爆喝 一道洗练弱水的银色枪芒 刺向了武竹的后背 叶虫失出了有生以来最强大的一枪 全副精神气魄 都集中在了这一枪之上 所以他没有注意到 那名轻身飘退风雨中的苦修士 似乎离他的身体太近了一些 苦修士向来不用兵器 但这名离叶中最近的苦修士 却不知何时 从袖中取出了一把未毒的匕首 翘无声息 就像是隐藏在雨中的雨丝般 轻轻地刺向叶仲的妖腹 叶仲刺武竹的后背 那名苦修士刺他的妖 速的一声响 叶仲叙事而发的一枪 毫无任何花修地刺了出去 然后无视任何阻力 直接刺进了皇宫里 被雨水洗刷得极为干净的石板面 就像是刺入了一块豆腐 枪间狠狠地扎进了大地之中 深入树尺 而那柄未毒的黑色匕首 却在他枪式 近发前的那一刻 已经刺入了他的腰腹 叶仲的枪偏了 擦着武竹断腿边的步履 刺入了地下 紧接着雨中响起一声 极其力的爆喝 他气枪回掌 一掌拍到了那名苦修士的肩膀上 大披官一出 那名苦修士 尖头利碎 然而那名苦修士不哼不痛 竟像是一个没有知觉的木头人一般 生生受了叶仲 这名酒品上强者的一掌 鲜血狂喷之中 将手中的匕首再往前一探 完全破了叶仲盔甲的防御 炸得二人身旁的庆军高手振倒于地 两个人就像是一头大鸟 和他的影子一般 迅疾从马上飞掠而出 颓然撞入雨中 不知道撞碎了多少层雨帘 投向了远方 叶仲废了 至少在今天之内 出手行刺的是影子 当那名苦修士 悄无声息地 瞒过场间南庆诸多高手的双眼 介于是靠近叶仲后方时 一只影在暗中 注视着场中一切的范贤 马上嗅到了一丝诡异的气氛 这是一种监察院中人先天的敏锐 世间大概也只有他和影子 才能做到这种程度 范贤入京后没有联系过影子 因为连他也不知道 影子这一年藏在哪里 但他知道影子一定不甘心 这位天下第一刺客 一定要为陈平平报仇 所以今天宫中一片大乱 范贤心知肚明 不知在何方的影子 一定会密集出手 只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影子竟然是混在了苦修士的队伍中 一年前 他二人曾经与苦修士 进行了一场大战 影子如何能混进去 这一点范贤也想不明白 然而至少在此刻 影子成功地削除了庆帝如今 身旁的第一高手 将胜负往几方拉了不少 如果换成以往的任何一次行动 能够让影子出手的 肯定是任务中最重要的那个目标 这一点便是范贤都无法与他抢 就像上次入宫行刺的最后一件那般 然而今天影子 却是沉默地退后 主动地选择了叶仲 那是因为他发现 第一任监察院提思五大人来了 终身是五竹为偶像的影子 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配合五竹 这 其实也是一种信任 范贤的目光 只是在撞碎雨帘 不断后冲远离战场的叶仲 与影子二人身上浮了一眼 便转回了太极殿前的沙场之中 当叶仲遇刺的刹那 太极殿前的众人难免有些慌张 弓相五竹行动不变身体的攻势 也微微一乱 唯一没有乱的 只是皇帝陛下 他根本没有去理会 那名苦修士的出手 只是死死地盯着五竹的手 皇帝的眼中只有五竹 无比坚硬的铁签 此时已经弯曲折损磨平 看上去就像是一把极其普通的烧火棍 而这柄烧火棍 却是带动着太极殿前的雨水 在空中尽情地挥洒着 啪的一声 铁签激荡开了面前的一把长枪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 延续着最合理的方向 拍打到了握枪人的手腕之上 在那一瞬间 握枪人的手腕皮肤近战 筋肉近碎 骨节刺出 再也握不住枪 咔的一声 铁签顺着一把剑面滑了上去 沉重的压力 压得那柄剑低下头来 已无锋芒的铁签 碰触到了那柄剑的凸起处 猛地一下跳了起来 然后重重地落下 击打在持剑人的小臂上 直接将这条小臂 打成了扭曲的木柴 一名苦修士 一回掌拦了上来 被磨成平面的铁签头 狠狠地扎进了他的手掌里 将他的手掌 扎在了满是雨水的地面 然后铁签挥起 重重地击打在苦修士的头顶 立茂带着雨水 啪的一声 碎裂成无数碎片 苦修士光滑的头顶 献出一道血水凝成的棍痕 紧追处喀拉一声 瘫倒于雨水之中 铁签的每一次挥动 都是那样的准确 那样的沉重 早已无风的铁签 在此时便做了 捂住手中的一根铁棍 击开了面前密密麻麻的剑 砸碎了无数的关节 凭由血水混着雨水 在面前的空中泼洒着 铁签再也无法刺进 皇宫里无数高手的咽喉 却能击碎他们的咽喉 雨中艰难前行的五竹 似乎随时可能倒下 然而最终倒下的 却是那些奋勇兰 在皇帝身前的高手 在这一刻 五竹似乎变成了 悬崖上那个不苟言笑的老师 他的每一次棍棒 都会准确地落在范贤的身上 无论范贤再如何躲避 依然永世无法躲过 只是今天那个木棍 变成了一根铁棍 一声闷响 一名内庭侍卫 被铁签击碎了膝盖上的软骨 跪倒在了五竹的身旁 铁签再次挥下 直接将此人 砸倒在了石阶之下 震起一地雨水 五竹终于站到了皇帝的身前 没有停顿 没有咒骂 没有眼神上的交流 五竹抬起了手来 手中的铁签 向着皇帝陛下的脸 打了下去 天下没有谁敢 打皇帝陛下的脸 但五竹就这样打了 而且打得如此理所当然 就像是在教训一个不孝子 又像是要殴打一个复兴汉 当五竹站到皇帝陛下身前时 皇帝陛下的双瞳微微缩小 未有苍老之感的面容上 忽然绽放了某种光彩 然后他也举起了手来 便在雨思都来不及颤动的那一瞬间内 皇帝陛下一直垂在身盼的左手 忽然出现在了他的脸侧 掌面向外 拦住了那一记铁签 同一瞬间 皇帝陛下的右手握成了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五竹的胸膛之上 他那一双最可怕的手 洁白如雪 似乎永远不染尘埃 不惹血系的双手 拦住了五竹的铁签 打到了五竹的身上 人世间最后两名超越了 人类范畴的绝世强者 第一次交手 就是这样的简单 分别只是挥了一记 拦了一掌 出了一拳 然而换成除了他们两个人之外的任何人 都无法拦住那几铁签 击出那一拳 皇帝那个可怕的拳头 狠狠地砸在了五竹的胸上 空气在这一刻 似乎也凝结了 五竹的身体 似乎在一这刻 奇怪地悬停在了空中 然后如同一刀剑一般 被狠狠地砸了出去 像一块沉重而坚硬的陨石 从石阶下飞了出去 五竹被击飞的身体 一路不知道撞碎了多少 追结而至的南庆高手 皇宫太极殿前 只见黑影过处 血肉乱飞 一声闷响 五竹的身体 终于在数十丈之外落了下来 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震得深周的天地一阵站立 场间陷入奇异的沉默 此时还能活着 还能站着的人已经不多了 太极殿下 石阶之上 微语之中 孤独的皇帝陛下 骄傲的皇帝陛下 依然保持着一掌护于前 一拳身于空中的姿势 一拳将五竹击倒 这是值得沁帝骄傲的事情 然而他的脸上 没有丝毫情绪 反而毛子里 现出一丝冷意 五竹的那一记铁签 击碎了沁帝 沁帝的脸上 沁帝的脸此时很苍白 但他的左颊上 却是红肿一片 唇角鲜血流下 就像是 被人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 他缓缓地收回左手 低头看着掌面上的铁棍痕迹 这才想到 五竹的铁签已经弯了 血泊雨水之中的五竹 忽然动了一下 然后异常艰难地 勾着身子站了起来 手中的铁签 颤抖着立在地面上 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 在雨中站了起来 艰难无比 才走了那么远 走到了皇帝的身前 却被皇帝一拳击了回来 这是一件足以令 所有人都绝望的事情 然而五竹的脸上 没有任何变化 他只是再次拖着 更加残破的左腿 用更加困难的姿势 更加缓慢的速度 再次向着太极殿下 那个明皇身影兴趣 便在此时 陈建一直下着的大雨 微雨忽然间停了下来 天上的云层也渐渐变薄 皇宫里的视线渐渐清楚 似乎将要放晴了